這禮拜三晚上的值班主持人小米在我們節目現場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一直在玩麥克風的那一位呢 就是Youtuber不太懂麥克風怎麼使用 誒這是我們的哈利喔 來自於哈利物這個頻道的哈利 不過我們剛剛講哈利物可能很多人會找不到 你要吧 接下來這個就是AM1300 是洛杉磯這邊最大的華語廣播 今天有幸參加小米的這個直播節目 現在就是往那個電臺這個方向走 大概還有8分鐘就到了 我們要走那個哈利林他在哈利物其實不遠 這還是第一次上直播的廣播 有點意思就有點好玩 就是去聊聊那個也是這個主持人小米 他看了我的Youtube頻道 看了之後呢他覺得有點意思就看我 因為我那個一年一週年的那個視頻他看了一下嘛 就是說一年才獲得336個粉絲 他覺得很好笑 所以那我就過去搞搞笑吧 反正也是離 不是離成功多遠 就是現在就是還在失敗的那個 漩渦當中還在 不知道能不能爬出這個 失敗的這個漩渦 所以過去分享一下這種 失敗的經歷 看看給大家有沒有一些啟發 這邊是大門 我剛才我們就從停車場那邊見了 喜歡我的視頻的話就關注點贊 哇 來到了 9月30號之前加入 叫做什麼夢想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的主播小米 不能見人辦公 我的頭最大在前面 可以的可以的 我覺得挺緊張 還有15秒了 還有15秒了 這禮拜三晚上的值班主持人小米 在我們節目現場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一直在玩麥克風的那一位呢 就是YouTuber不太懂麥克風怎麼使用 這是我們的哈利喔 來自於哈利屋這個頻道的哈利 不過我們剛剛講哈利屋 可能很多人會找不到 你要把這個中英文 或者英文的拼音 你跟我們拼一下好了 H A R L E Y W O O D 然後還是要加上中文 因為你收這個話 會有很多個 然後中文的話 就是哈哈大叫的哈 裡面的李 港屋的屋 哈利屋 按照你的側面觀察 因為你自己本身喜歡電影嘛 那以前都很喜歡幫這些 那些微電影啊 在做這樣的一個拍攝 包括連續劇啊 或者是那種小型的 這個很流行的這種短片製作 那藝術電影啊 要該得獎的啊 你都有去做了 那現在來到了這個自媒體 你自己覺得這一連串的這個趨勢 我們身為廣播人 要不要緊張啊 是不是很快就要被你們這些人取代啦 傳統媒體 它存在的這個必要性 還在那嗎 你不要告訴我真話 哈哈哈哈 好啦你請講 我還是說真話嘛 好 歡迎收看哈利屋 歡迎歡迎我們哈利屋 可以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嗎 當然可以 怎麼上去 怎麼找 怎麼上去啊 這是YouTube的搜索 哈利屋 只要寫成哈利屋 就是哈利 我的名字叫哈利屋 可是 您好我是Rina白 阿里屋 你的專業您可以開箱 好的等一下自己打字幕哦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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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